耶!我们来到了美国的 Las Vegas的CES啦 叫我们第一站就要先去Acer的Buff 听讲他们有出一个很厉害的Laptop 是很好用的 是你们最想要的轻薄本 Let's go! 就是这三个轻薄本SWIFT系列啦 我们以前认识的就是SWIFT3 SWIFT5还有SWIFT7 现在他们全部改名变成了 这样子 开始之前科普一下 Acer 2023年SWIFT系列最大亮点 就是三台都搭载了 高刷新率的OLED Screen 还有Intel D13H系列处理器 OK 开始 首先是入门版SWIFT GO 它是SWIFT阵容当中第一个登场的新系列 有两个尺寸 一个3200×1200分辨率的16寸3.2K平 一个12880×1800分辨率的14寸平 最好拿到这个Intel EVO认证之外 新的SWIFT GO系列 升级了他们的散热系统 TWIN AIR双风扇系统 配合内建的双铜制散热管和进气键盘 能有效散热保持电脑机身凉爽 至于屏幕方面呢 SWIFT GO支持高达500nit摄像度 100%DCI-P广系的OLED屏幕 甚至还拿到了 BESA DisplayHDR True Black 500认证 屏占比高达90% 窄边框设计 所以整台电脑看起来是很流畅 很美的 整体来讲无论是工作上上课 或者是娱乐 都一样适合用这台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机身两侧支持Tunderboard 4的Type-C接口 HDMI 2.1 还有这个Micro SD Card Reader 最高支持16GB LPDDR5 RAM 还有2TB的PCIe Gen4硬盘 Next 3台之中性能最强的大佬 Swift X14 它一样搭载了第13代的 Intel Core H系列处理器 不过你不要看宝宝这样 人家是有独立的NVIDIA GeForce 4050显卡的 一看就懂是逮楼来的 但是这样薄的机身 却配比较高性的显卡 其实就令你担心 出电量续航问题 Swift X14采用了最新的散热设计 在机身内部其实还有一台大型风扇 是提高进风量的 保持内部冷却的同时 还有进气键盘设计 还有这个D6双铜制三日管的价值 作为Swift系列的旗舰代表 待遇果然是比较不一样的哦 Swift X14配备了14寸的2.8K OLED屏幕 支持高达122刷新率 和Swift一样 同样获得了WESA Display HDR True Black 500的认证 接下来当然就是Swift新机系列当中 个人我觉得有外星最好看的 Swift X4 原本它是叫做Swift V的 但是现在重新命名了 就叫做Swift X4 但是依然延续有高质感的工艺代表着身份 整体机身哦 是CNC加工一体成型式的航空级铝合金外壳 厚度14.95cm 重量1.2kg罢了 你看我弱弱小女子都可以单手拿起 你就懂了咯 我手上的这台是迷雾绿版本 入眼看有一点像是脏青色加上金色边缘的钻石切割发电缀 整体看上去设计我可以讲是 高级哦 那除了外型设计上美叻 Swift X4的内在也一样吸引人的 第13代的Intel Core H4系列处理器 有Intel Evo认证 散热设计还是比较特别 配合了Acer Twin Air双风扇系统 还有D6同值散热管 可以有效的加强气流 维持系统凉爽 你不要看它包包哦 官方表示Swift X4的电池续航是可以超过9个种的 而且配有两个TB4的Type-C接口 更意外的是它竟然有HTMI 2.1接口 好啦 今天的三台Swift就讲完了啦 拜拜